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于飞飞难堪地咬紧下唇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她难受地抹掉眼泪 道理谁都懂 可是她不甘心呢 她爱了近云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就这么甘心放手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 左秦回到家里 打算给许问天做一顿拿手好菜 好好孝敬疼她的干爹 却发现许问天没在客厅和书房 问了保姆才知道 她又跑到后花园去了 左秦跑到后花园去 看见许问天拿着一个空白的相框 坐在凉亭里物资神伤 这样的画面 左秦从小到大 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 他知道 他在思念她那个从未蒙面的干娘 老管家看着左秦过来 跟着叹了口气 哎呀 老爷 又在思念夫人了 虽然老管家不知道那人是谁 却依旧恭敬地称呼夫人 左秦面色担忧地说 管家伯伯 你说干爹能找到干娘吗 老管家摇里摇头 唉 老爷 连夫人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都不知道 有没有夫人的任何照片 怎么找啊 老爷每年 都会偏远地乡村找夫人 可已经几十年了 依旧一无所获呀 为什么命运这么喜欢捉弄人呢 干爹明明那么爱干娘 却被迫分开这么多年 老太太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她家那个死没良心的 糟老头子了 死老头子居然跟她说 她想她了 而且梦里的她 居然还跟去世时候一样 年轻英俊 老太太在梦里哭着说 要陪她去 她偏说不准去 说她变老了 变丑了 不要她这个丑媳妇了 所以 一大早起来 老太太就坐在厂房门口 嘟着嘴 生闷气 谁叫都不理 许豆豆 懵懵懂懂地跑过去 抱住老太太的膝盖 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 奶 你怎么了 听到这个词 老太太就像受到了刺激一样 声音突然一下子拔高 你个死豆子 叫什么奶 叫姐姐 赶过来的许二红听到这话 顿时风中凌乱了 偏偏许豆豆还特别听话地跟着叫了一声 姐姐 你个死孩子 还有没有把你奶放在眼里了 老太太唬着脸凶许豆豆 把小豆豆抱起来 趴在膝盖上 脱下鞋底就开始打屁股 打得啪啪啪响 许豆豆也被打得嗷嗷乱叫 打了几下 老太太突然发现眼前有一片影子挡住了光 抬眼瞅去 正好看见走过来的许二红 老太太冷声道 你也想挨打呀 看着那黑曲曲的鞋底 许二红溢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 脖子色缩了一下 没敢去拯救自家儿子 秉着死到有不死贫道的心态 许二红猥琐地道 那是您孙子 您随意招呼 老太太翻了个白眼 这没出息的样 跟他家那口子可差远了 把哭得眼泪口水一堆的许豆豆放下来 老太太说道 带着你的儿子滚远一点 好嘞 许二红立马抱着许豆豆打算开溜 结果许豆豆被打哭了 还不忘记回头冲老太太挥手呢 又担心被老太太继续打 带着哭腔喊 姐姐再见 许二红脚下一崴 差点跌个狗吃屎 没好气地拍了自己儿子一巴掌 无语得道 你个傻孩子 瞎叫啥呢 她要是你姐姐 那岂不是我亏女啊 哎哟 老太太一鞋底扔到许二红后脑勺 被砸得许二红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宿命话 不要命地往前跑 为了减轻雷震 她还把许豆豆丢地上才拔腿开跑 边跑边鬼叫 哎哟娘哎 哎哟我错了 我错了 老太太都觉得她丢人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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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